魔府山树立范围之内 所有非本命法宝之外的仙气 同时涌向路晨所在的小院 是玉湖前辈 利谦终于想起这段害人杀念的来历了 他惊呼一声飞快地跑向路晨所住的地方 玉湖 历年之这时方才感受到滔天杀念的出处 千年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 在山顶上重挫公恶的爵士仙将 如今想起便是来自心底的震撼 什么宝物出事会引起重宝膜拜呀 赶快去看看 嗖嗖嗖的几声响 一个个还能勉强支撑头顶 来自天上庞大威压的利家弟子 纷纷掠向路晨住的庭院 压顶的黑云 欲加的浓烈 天地焰火当空 火浪铺天盖地 却不会摧毁任何魔府的建筑 不断地从路晨的小院中生腾起来 与此同时 缭绕在山间的垂音 此起彼伏连绵浩瀚越来越密集 路晨小院的外围便是那不受控制飞到一起的各种千宝 无论是王品 绝品 围成了一个环状宝物堆 将路晨的小院紧紧地围了起来 若是不飞到空中 根本难以看见小院中发生了什么 而飞到天上 众修士也只能瞧见那漫天滚动的浓烟和天火 一阵急促到让人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的明音响过之后 便是有着无数五彩的仙石飞出了小院 仙石上那些诡异的咒服让人前所未见 不知具有如何强大的能量 但却极度吸引人的眼球 五彩仙石飞舞了一阵子 重新飞出到硝烟中 随即传来的空阵之声 似乎那些强大的石头压爆了空间似的 哎呀 那是什么呀 一些不明所以的弟子惊骇地问出声来 智气石浮 历年之瞳孔狠狠一收 低呼道 智气石浮是传闻在各大仙界中 极为少有的一种智气方法 将五彩仙石可以明显的符咒 产生无边的威能 相予宝物之上可以提升宝物的品质 甚至产生各种各样强大的能力 至高仙界曾经出现过 但是最后失传了 至高仙界的修士 接壤太虚的地方太多了 一些在中幽小圆天里不为人知的隐秘 并不算什么秘密 宝物上香石浮 李谦 力挺眼睛瞪的老大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种说法 官司宝物定是不凡啊 其本身的品质已经比过去强大了 再加上这石浮 力谦和力挺对视一眼 不敢再想下去了 如果按照他们的猜测 那这件宝物起飞是仙界第一了 还没完呢 这时 力蓦年突然出声 石浮刚刚消失 小院里又飞出无数金驴 一丝丝丝丝线开始穿梭闪动快笔顺电 力家弟子已经看得傻眼了 这种手法他们见过 至高仙界共有绣针摩甲之法达十余种 履金穿云针就是其中一件 难道是宝甲 话音刚落 天光大现 浓浓的硝烟 历史豁开一处巨大的裂口 一件厚重挂着披风的黑色仙甲 诡异的出现在半空之中 再被浓云裹着 时夜时现 散发出浑然的杀机 顶气山 焦火坟住着光秃秃的山岭 橙 白 绿 蓝 青 黑 紫 诸色火光 犹如一场火之盛宴 热闹的进行着 整整三个月来 这场声势浩大的鼎气盛会 一路攀向高峰 诸祖百家的气道高手进展所长 同时又在互相切磋的过程当中 获益良多 大会进行的过程中 两大先帝都不曾出手过 他们的气道修为 俨然是众人敬佩的手段 要留到最后才能够显露出来 而当中最出色的 当属公恶无疑 自从上次被陆臣教训一番之后 公恶虽然心中记恨 但却没有忘记修炼气道 准备一血前耻 这次 他炼制的仙气虽然没有上品 可三个月来却成功四次 分别为两件中品和两件下品逆仙气 手段之高 令人佩服 尽管有着上次的惨败和屈辱 公恶也算在这次盛会中 把自己的名气重新拾了回来了 回汗如雨的公恶 最后一件炼制完这件中品逆仙气之后 十分满意的自我观赏了一会儿 心道 就算你比我炼制的快 可是橙色上却没有我好啊 老夫只要假以时日 一定能够击败你玉虎 公恶费尽了心思 找到的弃谱让他炼制出一杆磨毛 紫毛用以天下间最凶利的凶心石 而且用了大量弥补了没有杀气的缺憾 让这件中品磨毛 超过了陆臣所炼制的那件魔剑 火光渐渐熄灭 众多仙将的热情反而十分的高涨 张红着脸 拿着他们手上新鲜出炉的宝刃 一个个带着期盼的目光 等待着两大先帝高手点评 栗木峰一直无动于衷 上官越战和庞富宇对视了一眼 流露出赞许神情 这次的顶器会办得不错呀 风源仙界的契将大师中又出现了人才了 庞富宇点头微笑道 声音较为洪亮 在场的一个个仙将纷纷露出忐忑的表情 在顶器大会里 要是能够得到两位先帝的褒奖 对他们日后的前程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过而 仙将们马上把目光落在了两大先帝的身上 都盼着自己是庞富宇口中所说的人才 上官战月也点了点头 笑道 不错 齐剑府的那兵先剑就很不错 虽然只有下品品质 但只要稍稍改良一下 就能变成中品先剑了 齐剑府的一个老者文言 顿然大喜 把先剑道题拱手一礼道 多谢战月大人赞许啊 一些先剑纷纷看向老者 有的恭喜 有的露出嫉妒羡慕的神情 随后 上官战月 庞富宇又点出了几个人的名字 随便的指点了一番 几人赶忙恭喜 说到最好的 还得是公恶呀 庞富宇终于站了起来 笑眯眯的望着公恶道 你这柄魔毛 妖鬼使之最佳 凶器十足啊 看来这些年你很勤奋 本地听说千年前在魔府山 玉湖曾经炼制过一件中品的逆仙魔剑 虽然没有看到 但风源仙界将这传得神乎其神 李兄啊 你是亲眼见过玉湖炼制仙气的人 你以为此毛与玉湖之剑有何差别呢 庞富宇之所以会问出来 他哪能不知道 力千魔剑的魔性和凶器呀 其用意 无非是想当众让利木峰说出两者之差 好让公恶名声复返 利木峰智慧无边 哪能猜不到庞富宇想什么 用公恶来击败陆臣 就可以兵不写任的击溃千年来传闻中 陆臣要远超于月战赋予两地气道的谣言了 利木峰也不说假话 他心知陆臣现在正炼制罕见的法宝 便淡定的点头道 啊 观之橙色与凶行 的确啊 此毛要好过玉湖老弟所炼制的魔剑呀 听到利木峰承认了 公恶顿时一喜 上官战月暗暗点头 庞富宇也春风满面 啊 不过 可是正当三人暗爽的时候 利木峰却是画风一改 令得三人表情凝固 利木峰笑谈道 哈哈哈哈 不过当日玉湖老弟瞬间止气 无论橙色品质凶行都难上架 公恶若是想超过玉湖老弟 怕是要再练些时日了 公恶老脸一抖 暗恨着握了握拳 利木峰拿当日发生的事来刺激他 正好打在他的软肋上 千年了 公恶至今还因为当初的事耿耿于怀 只是面对利木峰 公恶不敢反驳 只能忍气吞声 上官战月察言观色 事实言道 哎 话也不能这么说 练气一道 注重根基 不能操之过急 欲乎先有许是有限手段 但坏就坏在 他太过心急了 根基不稳 日后道徒也会受到影响啊 不容利木峰开口 上官战月站起来 对着众位先将说道 啊 公恶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 千年前他不如玉湖 千年后却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而等一许遵循此道 做一个根基浑厚的修彻 才是正途啊 同是风源仙界的人 上官战月 当然要帮公恶说好话 庞复语点头接道 嗯 没错 大道所在 至深至熬 没有坚实的根基 到头来只能永远落入下城 无法当风造极 根基啊 十足重要 就如战月帝 他能在短短三个月内炼制上品逆先起 并且至今十件从不曾失败 就是根基深厚的缘故啊 战月先帝 乃是风源仙界当之无愧的神教 自从他彻悟气质一道 总共炼制过十件上品 每一件都成功了 上官战月脸上闪过骄傲的神采 同时他很快收敛回去 对着庞富宇 微服一礼 谦虚了 庞兄过奖了 庞兄说到气道的根底 庞兄也不成多让啊 你我半斤对八两 岂可自夸呀 谦虚 上官战月的表现顿时引起所有人的尊敬 庞富宇哈哈大笑一声 道 没错呀 不过大家要记得根基的重要性啊 求快固然是好事 但也要量力而行啊 量力而为 利木峰正喝着茶水的动作猛的一致 他没有抬头 思索半晌 讥讽地勾了勾嘴角 继续品茶 公恶受到一番褒奖 袁华的眼睛一转 说道 下面有请两位大人 为我们炼制商品逆仙气 请诸位仔细观看 莫要错过精彩的瞬间 魔府山上 掌声响了起来 上官战月与庞富宇对望一眼 同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两大仙弟慢慢走入场中 仲修退让开来 正当两人准备开始练气的时候 忽然间 利木峰身后的利燕之 雄躯一震 浮在利木峰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利木峰一直以来不动声色 听完利燕之的话 忽然右手一抖 仙茶洒了下来 这一幕 正巧被入场中的两大仙弟看在了眼里 利木峰拍了拍身上的茶水 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拱手对上官战月庞富宇说道 上官兄啊 庞兄啊 利某族中有要事 不能一关两位风采 着实可惜啊 带来日利某自当登门谢罪 我们走 利木峰说完 连等二人回话的机会都不给 架起摩云化成长虹而去 啊 发生什么事了 仲修不免被利木峰的行为 弄得有些疑惑 两大仙弟练气千载难逢啊 就是利木峰 也不能自大到连看都不屑看一眼的地步吧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 上官战月 庞富宇老脸一冷 之前陆臣的事也就算了 两人自视身份没有发作 可是利木峰的离开 就是太不给他们面子了 随便叫一个人 上官战月压低声音道 去查一查 摩阜山出什么事了 一人离去 上官战月和庞富宇准备开始练气 然而那人离开只是瞬间迅速折回 到得上官战月面前 那人归倒在地 拉门声道 启禀大人 摩阜山偶遇摩祸焚天 诸多仙宝自行离主而去 摩拜未出世的仙宝 如今摩阜山正聚集了大量的修者 前去观看了 什么 未出世的仙宝 重气摩拜 上官战月庞富宇听得浑然一睁 心内狠狠一抽 消息可属实啊 彭富宇冷下脸来 逼问道 那人不敢抬头 语气坚定道 慧大人 属下不敢有半句许言 如今摩阜山范围已有超过万数先修感知 皆是各家长老啊 话音方落 一个个来顶弃山观看两大先帝练气的各家族组长 家主纷纷收到族内弟子的聆讯传音 同时色变 两大先帝一看众人若即若离的表情 就知道事情无假了 这些人听完有仙宝出事 并使仙气气魂灵性大放而自行膜拜 哪还有心思留在这里看人练气呀 可是因为上官战月和彭富宇的缘故 他们又不敢走就明显的露出难色了 历届顶气会 两人都是主角最后压轴出声 可是今天观看的人心不在焉了 顿时让上官战月和彭富宇产生了一种受到轻视的感觉 两人无心在练仙宝 冷冷低哼一声 旋即不悦道 今天的大会到此为止 各位散了吧 虽然看出两大先帝不高兴了 可有了他们的话 众人再也不想多留一会儿措施良机 纷纷拔起身形朝着魔府山赶去 上官战月 彭富宇 恭恶 三大所谓神将 脸色铁青 凝望半赏后 上官战月重重一跺脚道 彭兄 一起去看看吧 正有此意 魔府山 汹涌的人潮早就将魔府重重围拢 来自四面八方的修士 不约而同的踏上了魔府山 魔山大乱 历年之无暇再去观看府中小院中的仙宝 马上召集着大量的修士 将所有文迅而至的修士们挡在了山门之外 只不过 魔府天上那浓浓的黑云和咆哮飞舞的煞魔 却是落在了每一个修士的目光当中 还有那冲天而起的仙宝气息 即使不再深入 也能轻易的察觉得到 此乃魔府的领地范围 尔等不可再入半步 历廷手握魔剑 带着上千后人等挡在山门前 时不时回头望去 心中仍有余悸 三大家族的领地 众仙修自然不敢乱闯 可是仙宝的气息就在眼前 来此的修士也不想放弃 一个白眉老道从人群中走出 看到了历年之 深深一拜 历前辈啊 我等是为文宝而来啊 不知有何仙宝出事 请历前辈从容 让我等尽宝眼福便可 我等保证啊 不动魔府一草一木